53岁的古开来如今会不会悔不当初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有一本杂志曾这样描写过她 说她是一个娇小玲珑 美丽聪慧的北大才女 而她当年据说跟薄熙来 在一场农村的考察之旅当中的 一见钟情故事 更是被大陆媒体广泛的报道 但如今 谣言是 她早就是薄熙来的小三 而且一路野心勃勃的 靠着薄熙来练才 同时凝聚权力 其实她的处境也让我们 联想到了当年的江青 江青也曾经在四人帮之后 被斗争得很惨 但是从江青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中共的 最高领导人的眷属 或者甚至太太 曾经被公开指控 涉及任何的谋杀重罪 更不要说杀的是外国人的 就这点来看 古开来决定开创了 中共历史的第一页 谈到中共领导人的另一半 其实说起来他们都是很低调的 而且装扮是一个比一个来的朴素 我们看看吧 从邓小平的太太 到后来随后江泽民的太太 以及随后胡锦涛的太太 乃至于未来领导人习近平的太太 他们可能伴随着丈夫 随着中共在国际间的角色越来越活跃 必须伴随着丈夫到各国访问 媒体偶尔拍掉他 但绝少绝少他们会开口讲话 就算有的话 也是过去的一些纪录片 但照顾大陆有一个潜规则 只要领导人的位置一旦确立之后 他们的眷属几乎就需要销声逆击 更不要说公开谈论自己了 这时候眷属只是他们身边 在公开场合 在国际礼仪要求之下的一个影子而已 其他的 他们不能扮演任何的角色 是好是坏 我们不得而知 至少从谷刊来的例子来看的话 似乎他们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对于另一半都是刻意地 保持很多的距离 从谷刊来的故事 不如我们就来看看 中共的近60年来的领导人 他们身边的另一半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这四位就是中国的第一夫人 江青 卓琳 王也平 还有刘永青 但真的要说到名气 应该只有他 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 李姑娘 给你袖子给我守住好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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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鬼天 出身贫困家庭的江青 早年是舞台剧和电影演员 24岁嫁给毛泽东 但毛泽东在公开场合 始终不让他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亮相 他始终没有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 出现在公开场合 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他们结婚时 对江青做出限制 对于掌握权力极为渴望的江青 终于在文革找到自己的政治舞台 江青以革命起手的形象 活跃于批斗文革的活动中 眷恋权力 热衷政治 以他为首的四人帮 甚至篡改毛泽东遗嘱 密谋夺权篡位 但最后全都下场凄凉 江青施行 不同于中国民众对于江青高调的厌恶 中国第二代的领导人 邓小平妻子卓琳 可以说是最被大家喜爱的 中国第一夫人 卓琳不能忍受王国奴的生活 这位北大才女 毅然决定悉行掩暗 卓琳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直担任公职 还曾经做过两任的人大代表 直到1978年 邓小平接掌大位之后 不爱出风头的卓琳辞去了工作 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专心担任邓小平的基要秘书 我说算了 我也不说去照顾工作了 后来我也要给他打个秘书 97年邓小平过世 卓琳为了完成他 见证香港回归的遗愿 特别前往官里 那也是他第一次 单独出现在政治场合 也是最后一次 卓琳的低调 让其后的第一夫人 也销归槽水 甚至更低调 访问美国的江泽民 缓缓切着妻子王冶毕 走下飞机 看他对群众挥了挥手 这动作王冶毕可是相当吃力 患有严重脊椎症 并不适合远行 但王冶毕一次又一次地 陪着江泽民出访 并不是他爱秀 其实王冶毕一点都不热衷政治 江泽民1985年 在上海当上市长时 王冶毕照常挤公车 做饭洗衣 民众没有几个能认出他来 个性木娜害羞的王冶毕 和美国第一夫人罗拉 一块入境 外形加上穿着打扮 整个被比下去 甚至被咸土 但他尽力做好 一位中国领导人 妻子的角色 意外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卿 乘专机抵达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圣彼得堡 而中国第四代领导人 胡锦涛和夫人刘永卿 则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同学 但刘永卿比胡锦涛大两岁 这位第一夫人 一向低调神秘 外界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通常都是在胡锦涛身边 担任一个无声的角色 但作为第一夫人 刘永卿的穿着十分得体大方 刘永卿来讲他本身来讲 他因为他自己也是官员 所以他会懂得打扮 清大毕业后夫妻俩一同闹甘肃工作 刘永卿最后也在北京政府 做过城市规划 但随着胡锦涛位阶越爬越高 刘永卿辞去了官职 退居幕后 中国大陆的官场是 如果丈夫已经爬到一定的位置之后 做太太的必须要急流任退 哪怕你有再好的位置 都必须要消失 像彭丽媛就是一个例子 大天下作江山 和王衍平 刘永卿的低调相比 彭丽媛可是常年 活跃在舞台上的歌星 不只如此他还官拜少将 知名度一点都不输给他的先生 也就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习近平 怎么样兼顾你的家庭事业啊 我觉得都应该干好啊 就算想低调 这位中国未来国母恐怕还是媒体追逐的焦点 从历史看来中国领导人的另一半 除了江青之外各个谨守本分 低调是他们的保护色 中国女人一夫为天的传统 在他们身上一览无疑